这得经历多少事才能如此的清醒 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他妈会死的 也许是十年后 也许是三十年 也许是五十年 谁知道呢 有一天我会死的 这个世界上会没有我任何存在过的痕迹 那一刻我顿悟了 什么他妈的面子 什么人情事物 什么压力 全部重要了 第二天我起床 哇 好轻松 无比的通透 假设 你知道你明年你会死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你的朋友 面对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你的家人 有这样的女朋友 你还会让他输吗 就很多人就拿三十多 三十岁的男的的财力 跟年轻人比 那肯定比不过呀 他们经常说 永远不要赔一个 十八岁的男人吃苦 所以我是不赞同这句话的 虽然我这项现在啥都没有 也不知道能不能结婚 但是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能好就一直好下去 也不吐他啥 这个女孩以后会输 你怎么看 输输嘛 那你人生能全部都是赢的吗 这样的恋爱观才是正确的吧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 职场里都不容易 为什么男生赚的钱 就应该要给你花呢 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而且现在有些女生 甚至赚的比男生都多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这笔钱拿 出来养你自己 你花得又开心 当你给予爱的时候 当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礼物 给予给你的男朋友的时候 你也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收获爱和给予爱 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真的被大爷说的话 走破房了 他不是要钱不要命 像你买手挣钱 你能买得起房吗 买不起 所以你就玩命去挣 北京人的工资 你十辈子才买不起一套房 现在你们我不知道 你们成家没有 我成家说 五百也可以 五千也可以 你们成家 五十五万块钱 你敢成吗 像你们女孩子 家里有五万可以嫁出去了 要是一男孩 五十万他敢娶媳妇吗 你们回去问问 你们的父辈 那会有这种压力吗 老爷子这一辈子活得太明白了 你都快点 怎么这么磨叽呢 你他明太灵了 村里几个老哥们都可能等着吃饭 你说你这么磨叽 就你也太透了 这茶酒拿两茶就得了吧 他非得拿他们一壶散酒 茶叶拿了 这酒都不出啊 虽然是散酒 这都是好酒 茶叶我要拿了 茶叶拿了 咱昏村里吃饭 不能拿太好的茶太好的酒 您就笑哄咱呢 笑哄咱 你看你的衣服 怎么穿这件呢 你说壮 突然壮 看看什么是人间清醒 我特意穿了个旧衣服 找了个旧车开的 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呢 感觉你想事 好车你敢开吗 好车 好车怎么就不敢开 开白车多好啊 要想有朋友 穿的带着用的都在和大家一样 你才能有朋友 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啊 现在的人都是羡慕嫉妒恨 你不知道啊 你这么大岁数啥也不懂 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事 现在我跟你说 什么养儿烦恼了 养儿能烦恼吗 你肯定是外地的 你如果我运到在家 打个电话 你飞过去还要一段时间 你说按的养老 再说我们现在老了 都有退缺工资 根本不要你们养老 你们不啃老已经蛮好了 家庭如果允许啃老 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我们以后的钱总共是他点 两脚升值给他们 现在站着给他 也可以去房贷车贷 你没有那个经济条件 你房子人家买100平米 你买80平米 人家买30万车 你买10万车好了呀 要打着连冲胖子干嘛呢 我就是这个中子 你有多大能力 你办多大 这大概就是爱吧 烤压68块钱 想吃 有事买不起 可如果是老婆想吃 或者孩子想吃 就可以买一只 我顺便尝一下 咱自己想吃的话 就觉得贵了 难道人活着 就是为了等死吗 这就叫费物俱乐部 都是混吃等死的 平时啊 下流的都没事干 都是这样 你看 大哥你是做日节 还是做场 做日节呢 都是干一天 活着三天 在这混着 天天有活 有活也不干 只要干一天 就睡了三天 干也是穷 不干还是穷 但不干都一样 十二年了 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了 对 给人的感觉就是 活是不像活了 早死又不敢 没有去 那又咋去啊 环境都挺这样的 又睡觉 等死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爱情吗 你不来一块草莓蛋糕吗 这蛋糕 四十一块 自己想吃也不是买不起 但如果对象在的话 我就可以给他买一块 顺便自己尝一口 自己吃的话 就觉得有点贵了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能这么上线 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那些 不抽烟不喝酒的 那你们在难过的时候 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我 Lucan Ah 我不怕 晓晓便 我 我 感谢观看